先把轮椅打开,先把这个打开 打开这个以后,从这往上掀 掀中以后,这里有个棍,脚蹬住这 这开关的这,往上提,一提往前推 推,往前弄,这个棍进入这个牙槽里 这个牙槽进到这里 第一步,它俩接触在一起,这是一个穿钉 对着眼,往下团,往下团 底下露头了,这都好了 按照坐管,看你扔着高低调坐管 调到固定位置,手扶住这个扳手,用扳手拧这个 这个一键拧紧啊,这个一键拧紧 一键也好,要不它往下掉 操作拧紧了,然后上车座 车座上了以后,拧这边 不能总拧一面啊,拧完这边再拧这边 然后再这边 来,切定紧了,切得紧了,这都行了 然后下那个,咱侧宽轮 就是,怕轮椅倒 这个轮子必须上上啊 我这个继继继续上了 上以后,我这个螺丝帽拿下来 我这个拿下来 我这个拿下来 我这个放这儿 放这以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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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再装这个 把这拧紧 拧紧这个轮,这个轮子 尽量别挨地,往上提 离开地面 然后紧上 这个一定要拧紧啊 这个也是,越紧越好 一定要拧紧 然后这边也是 把这个卸掉 卸掉 我这个拿下来 我这个拿下来 把这个放进去 放以后 头一个放这个啊 放碗腿 这个的外边 这个后支架 这个腿的外边 也是那样 底下离地面 底下离开地面 离开地面 然后紧上 越解越好 开这边 上脚踏 脚踏分左右 这上面有个L一个R L是左 R是右 这边是左边 那边是右边 然后 脚踏的都是 都是往前拧啊 这个 往前转 这么转啊 这么转 脚踏的一定要固定紧 脚踏的不固定紧的话 起 起一段时间都松了 一定要拧紧 越紧越好 这边 这边 这边也是往前拧 也是 也是这么转 往前转 越紧越好 越紧越好 一定要拧紧 剪完以后 安装完毕 凉 一 二 二 二 感谢观看